其實很高興林瑞華、Gordon加入了我們 他本身是一間黃店的老闆 亦是做美食車的 所以在美食車大聯盟也是他的主席 在過去的公民黨一直都有參與功能組別的選舉 大家都應該知道 由以前不可以 到郭榮鏗也是 加入這個功能組別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希望可以取消功能組別 因為大家知道在立法會是要投票通過的 如果不夠票就做不到 甚至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尤其重要 如果我們要過半的話 其實是必須要有足夠的功能組別 我們才有機會可以過半 如果過半的話 其實對於香港政府也好 或者是中國政府也好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是不能夠漏視的 到時已經 因為譬如很多的撥款 很多的法例 只是需要過半數就可以了 雖然政改就需要有三分二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走到這一步的話 其實對於香港也好 就是要選舉的選舉 但是我所說的爭取 不一定是說一定要公民黨出選 不是這個意思 意思是我們要先做選民登記 因為4月2日對於很多人來說 已經是節制日了 因為如果你本身登記了選民 通常都會在超級界別裡面 超級界別是有功能組別 所以如果在超級界別裡面 如果你是本身是選民的話 如果你要轉登記 其實4月2日就是節制日 所以現在剩下的時間其實不是真的很多 而你看回上一次張宇人贏的票 2千多票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要有能力挑戰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要以3、4千的新登記的選民 為一個最基本的目標 當然去到最後究竟會是哪一個代表 民主派來出選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到時的協調也好 或者是一個初選機制都是好的 總之不管怎樣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一對一 這個才有機會可以贏到張宇人 我相信這個是很清晰 而我們希望今天 就是更加鼓勵多些香港市民 鼓勵他身邊的黃店 或者剛才哥頓 林瑞華剛才說過 不一定是要一間食市的 可以是一間凍肉店 可以是賣魚 賣糧食 其實那些店鋪都可以得到時 當然過往是很困難的 但是今年 尤其是過往那七個月 大家看到甚麼事 很多香港人對於民主演識是抬頭頭的 特別是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你見到出現一個民主海嘯 可以這樣說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民主海嘯是會繼續 希望可以達到我們所說的雙普選 五大訴求 這個我們是很希望做到 我覺得如果在今年 如果我們立法會都過不了半的話 其實我想未來是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真的可以做到過半這件事 所以很希望今屆無論怎樣都好 是在咬牙筋 熬了幾個月 希望可以過半的時候 對於我們剛才所說的種種的訴求和雙普選 是肯定的一大步的進步 至於張宇人很明顯 在過去其實一直都是政府的詐欺 無論他是身份行政會議成員 甚至乎當初這條反送中條例的時候 他仍然是一百萬人上街的時候 他仍然走出來 是說要繼續支持政府硬推逃反條例 所以其實他們本身都是一個空手 導致到今天這樣的惡果 張宇人絕對是需要負責 所以我覺得更加多的黃店 店鋪也好 或者所說的公路店 街市裏面的不同的店鋪 其實他們都是可能經過這件事之後 更加是看得深入了整件事 希望都會走出來 讓他們做選民踢走張宇人 我想其實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區的選舉 都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不單止是台灣的選舉 就算之前你看到韓國 日本 我們鄰近的地方的選舉 其實都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接下來立法會選舉的部署公民黨 現在還沒有一個最終定案 當然 但是我們都一定會派完的 但是最多你說是哪一個議席 或者究竟會否有些要調位 所有的東西 現在我都沒有一個基本的答案 因為在過去過了兩個星期前 都是黨裏面的機制是折了折的 只不過是人名 其實是哪個區哪個部署 其實是沒有最終的 還有中間也有個輪選過程 這些全部都是未開始的 所以現階段就很難去答 大家就說公民黨會出多少個人 多少值為目標 這些暫時是談到的 其實很明顯是有問題 你飛機和所謂高鐵 其實是幾不同的兩者 因為飛機有個特別的 就是飛高了之後 其實它的空氣是比較乾燥的 還有它的冷氣系統 或者空調系統 其實是大部份的空氣由外面抽進來 而不同你說一個普通室內的冷氣 其實它只是在外面抽很少外面的 新鮮空氣進來 反而飛機是比較多的 所以在飛機上面 空氣質素其實是並非有利傳播細菌的 簡單一點 因為它比較乾燥 還有它是比較多的新鮮空氣進去機場 和你說高鐵可能是有少少不同的 或者是一個密室環境 或者是一個辦事處、商場等等 其實反而空氣是沒有飛機上那麼好 如果是我們 在剛才所說的 無論是乾燥 和新鮮空氣進入的量 其實飛機是比較有成的 但反而現在你會見到它對疫情 我覺得它也是叫做快的 我覺得香港政府叫做快 只不過是快去發現的 但是那個反應也是很慢的 譬如你說現在陳肇始就是 我們想到一個新方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這麼天才 就是說 將來武漢來的機器 就要填一份健康紙 告訴別人 我有沒有發燒 如果它有問題 你覺得它會不會寫下去 還有這件事 除了是製造一張廢紙之外 我不知道它實質容處是什麼 所以你也會見到 罕有地 習近平竟然出來說 就是說承認有這麼嚴重的疫情 亦都是要大家去努力等等 你會見到好笑的 一說了之後 沒多久之後 武漢的確診的數字 就立刻上升 就是說因為它說明 不可以隱瞞 原來突然之間 現在可以說了 全部說出來 就是說 其實過去 無論這些疫情 在中國裏面 都是一直隱瞞 都是一直不出聲 忍上門下 這個是慣常伎倆 所以其實希望 現在這樣的話 就是世衛 也有些化粧測試 也有些病理的報告 更加多的發放 都希望這個疫情可以控制 但現在就在農曆新年 也有大陸所謂的春運 所以其實人的流動是大很多 會不會其實已經 將武漢這個疫情 已經是迅速地擴散其他地方 特別是在大陸搭火車 如果春運的時候 其實全部很迫 大家人和人的接觸 是親密了很久 站到你這麼近的時候 其實當然這個都會擔心 所以其實香港政府 是不能夠處之太嚴 當然也是要想一些 新的方法如何控制疫情 包括我認為最基本的 你是不是在大陸來的飛機 其實不應該去到過關那一刻 才來到一個體溫測試測檢 因為那個是一個 即是紅外線一個大的鏡頭 反而是否應該找一些人員 接機呢 每一個過的乘客 可能都要做一個很快速的 一個探一下探熱 觀察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不正常的狀況 其實是否應該要做一下這些事 所以要做多些措施 OK 差不多